距離2020總統大選 省不到一年 有意角逐大位者已紛紛表態 被視為熱門人選的台北市長柯文哲 今天出席北市府防災演習 會前受訪被媒體追問 民調顧及高雄市長韓國瑜 新北市前市長朱立倫時 柯文哲兩次聳肩 似乎不以為意 那你看最新的中時底調 你輸給韓國瑜發的百分之幾 有什麼關係 會不會有越拉越搭的感覺 唉唷 我跟你講 每天做自己的事 你每天去看股票行情幹什麼 但是你也輸朱立倫的五個百分之幾 有沒有覺得自己人氣最近蠻冷的 說話 每天看民調幹什麼 每天做自己該做的事就好了 你們每天問一樣的題目會不會覺得很煩 可是朱立倫穿你說 就只會伸仙舌頭 然後摸摸頭 那又怎麼樣 他在什麼罵 不比王世堅罵得嚴重 看市長這麼淡定 媒體繼續發功 一下去台東一下去高雄 很像全台跑透透 然後現在韓國瑜市長有建議說 應該要把心思多放在台北市政上面 拚經濟 其實我跟你講 大概全台灣的縣市所長 我怕工作時間還是最多 你說你嗎 謝謝你